易丰 光 mercury 佳夫卡 博泉 易丰 博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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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的辨形技 是指主角有一天睡睡觉 早上突然在起床 忽然间世界全都改变了 但其实世界都没有改变 改变的只是他 他忽然间没办法站直 他忽然间多了很多只脚 他忽然间要趴著 他忽然间无法说话 他变了形 他变了一只昆虫 人那样大的昆虫 巨大的昆蟲 卡夫卡没有说明那只是什么 但是根据我看的 如果你自己想象理解 我们容易一点理解 我们当一个人变成蟑螂 他花了很多篇幅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变化 但是我看这本小说的时候 最吸引我的 或者最值得我令我思考的地方 不是那个主角的心理变化 而是他家人的变化 他家人看到他的儿子 家人变成蟑螂之后 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很惊讶 很惊讶 但是他们不是惊讶了很久 他们惊讶了一会儿 他们就开始想办法 不可以让他出街 出街不行 弄厚一些窗帘 不可以让人看到 看到不得了 他弄坏了一些东西 搬走一些柜 他都没用了 他不吃这些东西 换过其他东西 他喜欢吃腐烂的肉 给腐烂的肉吃 想办法去喂他 为什么会这样 我看那本小说的时候 都在想 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接受这件事 就这个问题我试过问我老婆 我问我老婆 就说 喂 如果有一天你睡醒 一轮过来 你会看到我变成蟑螂 对啊 我 蟑螂 人那么大的 一个人那么大变成蟑螂 你一轮过来 一看到我变成蟑螂 你会怎么做呢 我老婆一听到我说蟑螂这两个字 他面识一变 他不单止面识一变 他连语言都变了 他忽然间说学佬话 Paxili 你变成蟑螂就Paxili 第一个反应就是Paxili 当然啦 我觉得是正常的 当然啦 如果你见到这么大的昆虫 就是见到怪物 正常人的反应应该逃走 但我老婆是列女 因为我老婆 我老婆的性格简单来说 就是二型里的女主角 Paxili 射死怪兽的那些 所以她第一个反应就是Paxili OK 但是在变形记里面 主角的家人是没有想过去怒弄她 没有想过烧了她 没有想过Paxili 他们没有想过这些 他们就是想办法如何收拾那件事 处理那件事 甚至乎想办法喂她吃东西 卡夫卡那种魔幻就是 他写一些很奇怪 很难以理解的东西 但是当你把这些剧情放在现实世界里面 你会发觉 现实世界其实都是这样的 有多难理解呢 香港的世界 香港这个社会 经常都发生变形记的啦 民主党忽然间走进去中联办 这个不是变形记吗 跟人变成蟑螂有什么分别 他们的行为 你现在就拍手觉得有道理的 但是你想真一点 你们见到何俊仁 刘慧卿那些 刘慧卿的变化很大 以前很樸素 现在像孝婆那样 但是 等于人变了蟑螂 但是 你们都没想过 啪嘶 你们没想过 你们初头很惊讶 初头很惊讶 惊讶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 别说了 收起来 还想办法喂她 是真的有人喂她的 如果不是的话 区议会选举票债票成就成功了 跟卡夫卡变形记里面的家人是一样的 整天都发生变形记吗 梁振英不是变形记吗 特首选举的时候 他就说 喂 喂 你呀 唐英年呀 你的贱建不是贱建这么简单 涉及你成事的问题 我不同呀 我家里有律师呀 有建筑师看过 不会有贱建 接着那几个月呢 唉 无心之失来的 无心之失来的 为什么你自己的测量师 你不发现这些贱建 其实我是产业测量师 我真是财数学前 我不知道什么是产业测量师 但是我在这里 冲心祝福梁振英 我希望你们一家人都会做这个职业 我希望你们全家产业测量师 变形记 变形记 一样都是变形记 变得几快 梁振英还没上台 他说的所有承诺都是不对现的 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唯一是真正正确的 就只是唐英年当日那句说话 你骗人 变形记 人变成蟑螂 但是你们的反应 你们现在当然很惊讶 现在还是潜建事件 刚刚开端 你们当然很惊讶 又吵又成了 那几个礼拜 你们又会没事的了 然后又会收拾一件事 不管了 想想如何处理它 继续想办法喂它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我们看看卡夫卡的变形记 卡夫卡的变形记 我还可以找到答案就是 因为他们是家人 他们是主角的家人 主要是帮主角整理家居 喂他吃东西的 那个是妹妹 我可以说他是因为爱 你们对民主党 难道是因为爱 有没有人敢走上来跟我说 我爱刘慧卿 你有人跟我说 有人敢走上来说 我爱刘慧卿 我以后不追击民主党 说一次就够了 有没有 当然不敢说 我说完现在喉咙咳咳咳咳咳